大家好,我叫肖佳音。 我是Hunter大学中文零行商务一年级的学生。 我很喜欢吃。 我的家人都教我吃货, 因为每天我除了吃三餐饭以外, 还会吃很多零食。 比方说,水果和红薯, 不然,我会感觉很饿。 我会做饭,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。 我经常在家里吃饭, 因为每天我的家人都会买很多食物。 比方说,面、蔬菜、蛋和鱼。 我经常做运动, 而且做完运动以后, 我就会感觉很饿。 所以我会吃很多食物。 在我家,我父亲经常做饭。 他做饭的时候, 会用很少的盐、糖、油和姜油。 所以我觉得家里的饭比餐馆的饭健康得多。 我父亲做素菜,做得很快。 但是做荤菜,就做得很慢。 不过吃起来很好吃。 我是一个中国人, 所以我很喜欢吃中国菜。 尤其是豆腐斑南包。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鱼和豆腐的口馆。 所以每次我去中国餐馆都逼点豆腐斑南包。 要做豆腐斑南包。 最重要的配料是豆腐、蘑菇和鱼。 但是我需要用刀、天妇罗、撩酒、姜油、大蒜和鸡汤。 先把鱼和蘑菇切成小炖。 然后把豆腐切成小方块。 然后把鱼和蘑菇洗干净。 把火打开。 把油热好以后, 就把切好的豆腐放进锅里。 炒一炒。 然后把煮好的豆腐盛出来, 放进盘子里。 然后把天妇罗放进碗里。 把切好的鱼放进天妇罗搅一搅。 然后把油热好以后, 就把鱼放进锅里炒一炒。 把大蒜包皮以后, 就把大蒜切成小炖。 然后把切好的大蒜放进锅里。 包香一下。 然后把鸡汤倒进碗里。 加一点面粉。 糖和酱油搅一搅。 炒一搅。 把它们都常喝在一块儿。 然后把蘑菇放进锅里炒一炒。 包包洗干净。 把鸡汤。 把鸡汤、面粉、糖和酱油放进锅里, 热一热。 然后把炒好的鱼、 豆腐和蘑菇一块儿放进锅里炒一炒。 炒好以后, 就把鱼、豆腐和蘑菇放进包里。 这样一来, 豆腐斑斑斑包就做好了。 是我父亲做我做豆腐斑斑斑的。 从上个星期, 我才开始学习怎么做这间菜。 我学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才学会。 以前, 我认为豆腐斑斑斑很难做。 现在, 我还是认为炸起来很难。 我大概每个月, 会吃一次豆腐斑斑斑, 因为我喜欢吃这间菜。 我吃这间菜的时候, 是配找白饭一起吃的。 因为这间菜有一点咸。 虽然豆腐斑斑斑, 需要, 好食, 很长。 但是, 我做起来很开心。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。 我受到做中国菜的印象。 现在, 我越来越对桌饭很有兴趣了。 好,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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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。